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梁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首要工作了吗 那我们看到了美国 美国川普最近针对了国防安全法要求一个动作 他不是要去抢口罩 也不是抢呼吸器 他干嘛 他要保他的猪肉生产 所以就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在这场新冠疫情的风波下 先是抢口罩 抢呼吸器 接下来大家保的是我们的经济谁能够成长 接下来一个粮食战争已经隐隐然开打了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另外一边 对大家分享首预的 看看大学副校长马欣欣 大家好 好 第一次梅道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财政中生家黄文聪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的影剧者聂长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 四号 今天川普签署了国防安全法 国防安全法像枪炮戴药 好 之前口罩了 呼吸器也非常重要 可是妙的时候 口罩呼吸器我用国防安全法 可是没有生产出来 我的枪炮戴药到现在还用不到 结果它这个重点在哪里 重点竟然在猪肉 那我们在此线来看 中美两大国最近的互动 妙的是 中国最近拼拼 买美国的大豆 买美国的玉米 买美国的粮食 买美国的肉品 结果现在美国也缺粮了 而且现在中美双方进入一个 抢人 抢钱跟抢粮的状态 抢人是抢什么 各自要拉帮结派 把对方定罪 抢钱是什么 各自要让对方付钱 但是什么叫做抢粮 抢粮才是最危险的 双方都要保住 他们自己的粮食的安全 粮食安全变重点了 为什么这样说 刚才宝洁提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发改委 新闻11个部门说 要赶快 今年要做好所谓 从口夺粮的工作 从口夺粮 对 也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没有赶快做 这些防范措施的话 今年中国夏天以后 可能会有粮食荒问题会出现 那除了中国这样这么紧张之外 美国川普最近签了一个 国防安全法 国防安全法的话 那照理说 你要生产这个枪炮弹药 要不然就是生产口罩呼吸器 现在很需要的 不是 他就说要确保 美国的肉品的安全 他要让美国的肉品公司 能够完全动工 不要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像美国肉出问题了吗 当然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现在中美两国 双方都很紧张 各自的食物会出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肉会出问题呢 保洁知道 美国有几大食品公司 包括说像史密斯菲尔德 还有泰森公司 还有JBS公司 这三家公司 大概占美国肉品的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结果保洁这三家公司 最近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那会怎样 他们目前的这个工厂 几乎这个猪肉市场 只有剩下三分之一的工厂 还在营营 那牛肉还有这个所谓的鸡肉 全部都关闭了 因为他们受到 新冠肺炎的影响 你说现在我生产的猪肉 生产的牛肉生产的鸡 没人宰杀了 也就是说因为没办法宰杀 所以你知道出现什么局面吗 这个在这个 他们美国的农场里面 很多小猪生出来 就必须要扑杀 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养 没办法送过去 所以他们现在美国 已经扑杀了一百万只猪 就扑杀 没有办法咬 没办法扑杀 一定要扑杀 不只扑杀这个猪 牛也被扑杀 那连鸡也被扑杀 大量的动物都被扑杀 因为下游的所有加工厂 全部都停摆 那为什么会停摆 因为他们这些人 都染了新冠肺炎 那都为什么会染新冠肺炎 宝姐 他们一开始 其实这些公司都要确保 美国的粮食安全 所以当初这些公司都说 鼓励员工来上班 新冠肺炎开始的时候 来 你来 赶快来继续上班 我要保持我的肉品生产 那甚至保险杀 他们还给你加班费 你来的时候给你五百块美金 所以他们当初都去了 那去了之后 公司就给你这样很简单的防护 一个这个安全帽 然后罩子这样 就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他们去了之后就中了 所以因为不去上班 不去上班之后肉品 当然就断练 所以他们现在上游有很多猪 鸭牛这些都有 但是他们没办法加工 没办法做后置 没办法后置的话 也没办法送到终端去 所以因为终端这个 这个加工出场出了问题之后 所以现在川普办这个命令是什么 拜托你们不要停工 你们我们现在是勒令 你们要强制作业 可是我都一千八百个选择 我还再次 我再复工不是更惨吗 而且国防安全 就是叫你 我叫你做你就一定要做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要给我做 所以他们现在要赶快 再去找其他员工来 因为不这样的话 保洁我跟你讲 过大概几个礼拜之后 美国真的会出现凉荒 猪肉牛肉鸡肉 真的会完全不见 等一下 现在在美国 他的猪肉问题 牛肉问题 鸡肉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目前美国的这个报价 这个比较深的这条设施 这个牛肉 那比较浅的这条设施猪肉 保险你知道 过去牛肉比猪肉更多 那是一定的 可是你看最近这段时间 猪肉 猪肉你看 他飙涨 从这个221路飙涨到290 你看 所以猪肉 现在猪肉飙涨 对 美国你看 猪男今年的话 已经涨了137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今年以来的话 猪肉涨幅比这个牛肉 还有更多 你说做培根的猪男 现在已经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七了 也就是说因为猪不够 猪不够的话 你看整个价格大涨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现在美国要 要确保猪肉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拳头 全球的猪肉的这个产量 你看全球猪肉产量 是节节往下滑的 你看今年的话 比去年下滑这么多 你需求量很大 但是下滑这么多 那为什么下滑这么多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受到什么 非洲猪人 尤其中国大陆减少的最多 你看中国大陆 这下面这一块是中国大陆 你看中国大陆的生产量 这样急剧的往下坠 全球也是往下坠 所以现在其实全球最缺猪的 不是在美国 是在中国大陆 全球中全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赶快要两口 要赶快保猪 猪口多两 为什么 因为他们接下来真的 猪肉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 来说的话 然后结果你看 还有这些所谓的粮食 都出问题的话 中国大陆问题会非常非常严重 中美两大国现在都面临猪肉问题 而且更夸张的是 美国又轻糊了 美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 被中国在全世界 把口罩收光光了 在全世界把这个呼吸器 收光光了 现在原来中国又偷偷的 把很多粮食给收购了 我们必须讲中国大陆 在这一次的所有布局里面 都是超前部署 他们现在发布了一个什么 我记得我们当初在讲 这个中国大会粮荒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 这是中国大陆 他们官方的文件 他们文件 这是由发改委 发给十一个单位 包括他们农民的农民部单位 还有粮食的相关单位 他就说什么 要求要从口夺粮保丰收 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因为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蝗虫不是来到亚洲 听说如果这个没有处理的话 他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可能会从这个云南西藏 各方面还有新疆方面 三面会夹挤进来 会进入中国大陆 进入中国大陆的话 中国大陆的粮仓 大部分所在为止 都会被这些蝗虫过境 就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就说什么 赶快今年要赶快能买就买 能够在外面夺就赶快就夺 所以你要赶快给我夺取 所有的粮食 确保今年一定要能够丰收 所以说这个字的关键在 夺粮两个字 夺粮里面的夺这个字 对所以他们在外面 现在买了多少 保险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 中国到领先布局吗 他们现在狂买什么 美国的牛肉 买美国的大豆 买了非常多 他们现在说法是说 我们为了要充实我们的国家储备 我们国家储备不够多 但是其实你要看的刚才那个 那个所谓从口多 你就知道说 中国到现在因应的是什么 因应的是可能在下半年出现的粮食危机 我要赶快先把我的储存量 就完全给它补足 那么我为什么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 压力相当大 保险我们知道 今年中国到可能最据说 最最高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亿到两亿人失业 那一亿到两亿人失业的时候 保险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大陆居民的CPI 也就是说他们的物价还是在往上窜 但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物价 大概是4.2左右 保险我们台湾才1.2 我们台湾1.2 1.3就被骂翻天 2以上就被骂翻天 食物涨价 2就是已经 涨翻天就被骂翻天 可是保险我跟你讲 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 这个中国的租价 还有中国的食物价格 完全在往上飙升 你试想 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万一下半年 真的那些蝗虫进来了 然后东西又没有买够 猪肉完全没有足够的粮食的话 那吃个粮食 这个CPI是不是在往上窜 往上窜的时候 搭配上我们今年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失业人潮这么多的时候 那会对中国大陆的正情 产生多大冲击 所以才说 这个所谓粮 这个虫口夺粮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布局得相当好 一定要打赢这场战 没有打赢的话 对中国大陆影响实在太大了 没想到中美在打一场 粮食战争 所以董事长 刚才讲 中美之间的对峙 感觉上越来越明显了 美国现在五眼联盟 已经组合起来了 五眼联盟现在要去查 武汉肺炎 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更夸张的是 美国为了要对付中国 连俄罗斯都可以拉拢了 是的 现在这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这一次五眼联盟 表现最突出的 其实是澳洲 对 因为澳洲非常非常非常的 有非常特殊的条件 我今天才了解到 原来石正利 他的实验室 跟澳洲的国家机构 生物机构有合作关系 而且石正利也曾经在 在这个澳洲担任过访问学者 研究蝙蝠 就是研究蝙蝠 所以他们给石正利取的外号 就是蝙蝠的专家 蝙蝠 蝙蝠女王 这个蝙蝠女王到澳洲 就研究什么 就是冠状病毒 然后当时还有一位 他的博士生跟他一起做 也做了三年多 石正利做了三个月 所以他们澳洲现在新闻 为什么现在才开始跑出来说 原来石正利在澳洲 有做过这个合作 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认为五眼联盟 他们澳洲是一步一步的 所以澳洲总理是到处呼吁 各个五眼联盟的国家 包括打电话给梅克尔 德国总理都希望说 一起来合作 来要求中国大陆 把病源的源头 要能够追查出来 你说澳洲有打电话给梅克尔 梅克尔才改口 要求中国说明 这个病毒怎么回事吗 我看不只是打电话而已 应该是有提供出 相当的情报的交换 那我们也提过了 这个他最有名的这个 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的家人 目前还住在澳洲 对 所以那孙力军这个人 是当时在第一时间 掌控住武汉所有的公安系统 对 所以他在封锁 这个P4实验室 由军方接管 是 有清理华兰市场 有整个医院的每天数据呈报 第一时间全部是公安掌握的 对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公安掌握的 一直到他出事情 他4月1号被抓捕以前 所以这个又跟澳洲发生关系 所以很多跟澳洲有特殊关系的人跟物 都同时在这个每天每天都不断地扶上台 我想很多很多情报 就慢慢慢慢曝光了 难怪澳洲变成主角了 是 他变成一个主角而且很积极地在扮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澳洲大概跟中方 现在看起来的话已经全面翻脸 包括连军事上的合作 在南海澳洲的军舰跟这个 跟美军的军舰一起来做一起共同演习等等 所以这个五眼联盟这部分 跟西方国家的合作 大概没有话讲了 大概所以我认为川普在推动一个大型的 所谓的五眼联盟是他的基本班底 是 基本班 包括川普的整个大的包围圈 已经形成了 这个去中国的话大概形成了 其中最大的高潮 其实是在这个跟美俄的联合声明 这个很重要吗 美俄联合声明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这是当然了 讲得很好听 说七十五年前共同打仗 然后他这个共同打仗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们在一北河同时见面 一北河的战场 在东西洋战场同时交会 其实他交会在一个桥上 就四个美国兵而已 然后当时 只有四个美国兵 只有四个人 就是 找找看 就留下了这张照片 总共才四个美国兵 就四个美国兵 就变成一个历史性照片 然后就开始就 那时候的美国宣传就做很大 当然很快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但当时就是这个是留下 所谓的一北河精神 但一北河精神 这个有点是当时需求的 是需求 当时宣传的需求 那现在来讲的话 75年都没有谈过这个精神了 美俄早就对视几十年了 但是但是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在今年是非常非常特殊 因为川普这个总统 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总统 他从他一开始上任开始 就搞出通俄门 通俄门你也看到确实他跟欧洲 他跟俄国美国大使馆 确实是有不当的接触 搞得他的人还要去判刑 要判刑要坐牢等等的事情 所以川普的主张 确实是跟欧巴马不一样的 他的主张是要联俄制装 他也发 因为他发现 现在中国大陆的企图心 已经不甘心坐牢 有可能要抢他老大的地位 那打击中国的釜底抽薪 最狠的一招是哪一招 就是跟俄国合作 他只要俄罗斯 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 那这个中国的实力 就会大大的衰退 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所有的兵工武器 的高科技武器 来自俄罗斯 全部来自俄罗斯 他最好的防飞弹 防飞弹系统是什么 还是用S400 对 还是用S400 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发展出来 非常好的所谓的空中的防护网 所以你也看到说 这个科技 可是他付了很多钱 也付了很多的资源去帮助 跟俄罗斯采购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中国跟俄国是长期的敌人 他不是朋友吗 他除了普丁这几年以外 过去 因为他路上边界的争执不断 从来没有停过 两边互相的猜忌心很重 而且俄国人有一个心态 什么心态 他认为他是欧洲人 他的内心里面就不见得瞧得起黄总人 所以俄国一直认为他是欧洲人 你看到他 你看这次疫情的表现就非常明确 他第一时间就把你中 亚洲给卡掉 中俄边界给你封锁掉了 结果他欧洲他没有停 不封 结果他这次栽的栽根斗 栽根斗的时候从 最后病毒是从欧洲回来了 结果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的网络是 新闻是非常紧 控制非常紧密的 居然网络上有人在批评 这个俄罗斯的人的心态 他们是认为自己是欧洲人 重视欧洲人瞧不起中国人 在俄罗斯在欧洲各地打压中国人 所以人民之间是有不满的情绪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 有其来有致 有见缝插针的空间 然后川普这一招下去 如联俄至终 可以分解或是造成他们之间 中俄之间合作关系 或立场的中立化 这个时候对川普的策略上面来 会有加分的效果 好 所以司徒 现在这样讲的 整个东北大的情势 以北韩最扑朔迷离 而北韩有任何风吹草动 整个东北都会陷入纷乱当中 台湾也不可免 但现在有个最怪的事 怪在哪里 大家现在不都在问金正恩在哪吗 金正恩到底生还是死 他到底如何 但问题没有了 是 不是金正恩 是现在北韩所有的领导班子 目前全部都不见了 包姐 目前北韩正笼罩一股 非常奇怪的氛围 我觉得目前竞争的人 可能已经快要接近死亡 或者他应该还没有死亡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一个诡异的状况是 所有金氏家族 可能接班他的人 都完全不在 这个让我们想到 是不是有点像雍正王朝 有康熙快要死掉 那时候夺底 每个都有机会的时候 大家都在准备 可能等他最后的时刻 出面来夺取这个政权 我们看到过去 历代的夺底 都有一个关键 当老的君王死的时候 谁离他越近 谁在君王的旁边 谁才可能继承 谁才可能夺权 所以如果金正恩有三长两段 这些人有可能夺权 有可能夺敌 有可能掌权的人 全部都围在金正恩旁边 大家其实要看着金正恩的身体 第二个是要彼此监视 没错 到底谁能够在金正恩 假设真的过世之后 我能够第一个夺下政权的 所以这些人 一定要在他身边 我们都一定要拿到 比如说如果金正恩有什么遗照的话 我们一定要赶快 他宣布是谁 就是ok 所以为什么会神完全都不见了 因为他们必须要 围在金正恩身边 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然后到底谁能够夺权成功 所以我们跟你讲 金正恩不见了 那你有看到金宇正吗 没有 金宇正也不见了 你说金宇正不见了 李玄珠也不见了 李玄珠不见了 还有可以讲说 因为金正恩不见了 但崔龙海 崔龙海也不见了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人 崔龙海 金宇正 金平日 李学祖 还有包括金正哲 这五个最有可能接班的人 现在完全都不见了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很诡诀的氛围 如果你把它对比到 类似中国过去的夺敌的 这个氛围来说的话 你会觉得还真的有几分相 好可怕喔 那个山羽越来的味道来了 那是北韩境内来说 大家在等的最后时刻 保洁人 在北韩境外 大家也都在等最后的时刻 你看在北韩的 这个附近来说的话 普丁 他现在也在紧盯了 目前的这个整个 北韩发展的局势 如果真的有风吹草动的话 我搞不好也要派任何的军队 或是任何准备要过来 习近平也是一样 目前中国大后 除了东北附近的这个 铁路完全封了之外 78 78 79集团军 已经来到这个边境附近 准备随时要进去 那除了美国的 除了俄国跟中国的动作之外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你看他们这个B1B轰炸机 来到三折机场之后 最近什么 他们派出这个空中加油机 居然抵达 从美国要抵达到这个纳巴 空中加油机 对 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很不寻常的 跟我空中加油 就代表我要占领这个空域 我要让我的飞机 可以常识地滞空在空中 对 没错 那搭配这个B1B轰炸机 他们两个搭配一起的话 结果一起攻击会更加强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尼米兹航空母舰也来了 也已经出发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美国他没有说什么 川普就说 你们过一阵子就知道是什么事 但是他开始在部署所有的军事行动 中国大陆中没有太多可以奉告 但是他们开始在调动军队 然后这个北方的俄罗斯 中国 日本 韩国都在紧盯 北韩刚才讲的 就算你嘴巴不承认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很多卫星照片 很多的侦察机 都已经把你看透透了 对 抱歉 最近很多照片都很奇怪 比如说北韩的这个网站就说 我们现在原山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有一套游艇 这些游艇大家都知道 是金正恩的游艇 就他还拍什么 他还出去一趟 绕了一趟 然后再回来 这个时候金正恩 真的会出去玩这个游艇吗 那你这个出去绕一趟 是不是要宣誓说 好像跟大家说金正恩没事没事 可是你越说没事 其实越有事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保抉你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非常神秘的 你的游艇都被他看透透了 对 没错 好 那你既然游艇能看透透 或中美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间谍月星 都会拍到你 为什么不秀出金正恩的照片 所以都完全抖不上 另外一个 中国跟朝鲜边境 最近居然之间在修出什么 压力江大桥 他也就是说 他在修这个快速的公路 那修这个快速公路要做什么 要干嘛 中韩之间 中国跟朝鲜 让军队快速进来嘛 所以你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在修这个 快速运兵 对 让他觉得很不寻常 另外一个就是北韩 我们都不是说 北韩有什么粮荒吗 就那北韩当局 他们最近居然 还找了他们北韩 当地的YouTuber来拍说 我们现在北韩的超市 里面是怎样一个状况 大家没有在抢梁啊 大家都很按照这个秩序 来这边买东西 可是你 宝贤你知道 这奇怪怪到什么地方 这个买东西的人 其实每一个人 神情都相当相当的诡异 所以那个整个氛围来说 派出来都是相当诡异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宝贤 金正泽 我们都说 这个金正泽 好像不太可能是接班的人物 对不对 可是我跟金正泽 他就是一个这个 喜欢音乐啦 这个爱唱歌 花花公子 这样啊 可是宝贤不是 从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 解密说 他其实是比金正恩 更加狠毒的一个人 怎么看 他长得这么清秀 而且他所有的照片 都没有正面 代表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那出来的照片 都在听演唱会 都在玩音乐 他怎么会是凶狠的人 宝贤 金正恩上台之后 最重要就是张成泽 把他抓 而且处决他 对不对 把他人马完全都处决之后 宝贤这个听说 最后下处决令的 就是金正泽 而且抓到这个张成泽 也是金正泽 真的假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在整个这个金正日 死掉之后 或是他昏迷之前的时候 当时张成泽 把他很多这个重要人物都安插在 北韩的重要的官位 所以在金正日死掉之后 其实张成泽 是有相当大的实力 但是金正恩 其实拿他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可是这时候 金正泽就出面了 听说他处理 他有一个主要是什么 叫做烽火组 他就是组长金正泽 他率领什么 护卫队的这个司令部的这个轻卫队 亲自逮捕了张成泽 你说长得这么清秀的金正泽 他是北韩烽火组的头目 对 抱歉 烽火组这三个字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这个烽火组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 被美国解密 他是什么 他是北韩所有太子党 组合起来一个神秘的组织 那这个组织呢 包括说北韩很多什么硬甲操 或者是很多这个所谓卖毒品什么 可能都跟这个烽火组有关 所以谁能够掌握烽火组其实他是北韩所有太子党中间的头头 听说当时金正恩想办法让他哥哥担任这个烽火组的组长 所以他哥哥是用烽火组的组长的能力去抓了张成泽 所以这个烽火组现在是掌握在金正泽的这个手上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有可能用烽火组的力量夺取这个政权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太可怕了吧 这个人从来不出面 对 出来出面的都是那种软性的活动 结果他不单是烽火组组长 而且当时据说连崔龙海 崔龙海都不敢去抓这个张成泽 是他带人 他带的人亲自把自己的故障给抓起来 所以搞不好他会不会是这个四阿哥 后来居上真正夺到的权 好 卿平 你知道我听你讲还知道说 美国针对北韩有任何变局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神秘计划 这个神秘计划叫5029 而这个5029已经启动了 川普说金正恩没问题 老杰他讲的有点心虚 他不是绝对知道的 不然他不会启动5029作战计划 5029作战计划内容是什么 金正恩一旦死亡 北韩出现动乱或军事政变的时候 美国要插手 甚至趁这个机会掌控北韩 所以我告诉你 5029计划 第一个他需要两个韩国母舰群 两个 所以他现在疫情 他没有东西可以动了 所以尼米之号赶快过来 尼米之号赶快出动 带了三个伯克机驱逐舰 不要忘记 这两天 北韩空前的 这个侦察机 一直飞一直飞要看 北京的局势 我告诉你 而且这个侦察机很妙的 我不是只要去试看 你这个底下的所有的情报 我连监听 你连底下在讲什么 我都要知道 甚至启动了金寒松的保护计划 什么叫金寒松保护计划 金寒松是金正男的长子 金正日的长孙 没错 对金寒松 他是美国最支持的 万一这边发生军事政变 或发生动乱 现在中国跟这个美国 都要抢主导权 金寒松就是美国手上 5029计划里面的一张王牌 好 我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有502X计划 50什么意思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代号 502北韩 2是北韩 对 502就是美军太平洋计划 针对北韩的计划 X什么意思 就是 譬如说 这个7的话 5027是什么 打仗了 打仗了 5027就是对北韩作战计划 在90天 69万美军 在九天之地要到北韩 69万美军 69万美军 然后 从38度线怎么打 空降怎么打 整个作战计划 好 那马尔斯就 这最后三个 那马尔斯刚讲了5029 那5028是什么东西呢 活捉金正恩 活捉金正恩 来大家看 对不起 这是5028 去年11月 美军做了5028演习 我告诉你 连这个敌军都是北韩军的装备 好了 这是去年11月5028演习的 很机密不能讲 12月 就去年12月 军阵啪一下 四射飞弹 一四射飞弹之后 你知道美国国防部 做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 把这个演习内容放在 美国国防部官网 官网给你看 是 我有5028演习 最神秘的 我有演习 对啊 我有活捉你的计划 我告诉你 一放到官网上面去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一下子 只亮一下像 让你知道之后 就拿下来 拿下来 但是被别的人 马上解脱 解脱了 这个看到没有 5028 这个是活捉金正恩 满手 所以我告诉你 最后一个 5029 启动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金正恩是真 真死还是假死 好了 除了这个最绝密之外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更绝密 万寿山研究所 万寿山 我跟你讲 你说复制金正恩 金正恩如果出来 你根本不知道 就算他万一出来 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这个北韩是除了核弹 花最多钱的 花几十亿美金 他们做什么东西 第一个 复制金正恩 复制金正日 第二个 复制出一个无敌的超级部队 无敌超级部队 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 英国军情六处 英国军情六处 真的耶 曾有报导 北韩的科学家正准备做一个复制超级军人 超级战士的计划 我告诉你 以英国军情六处 MI6为主体 CIA加入 他们特别针对这个研究所进行一个秘密调查小组 所以究竟有没有这个金正恩的复制人 现在不知道 好董事长 当金正恩的生死沉迷的时候 第一个 你倒生还是死 第二个就是 如果真的有三长两段 谁来继承 本来大家以为是金宇正 就发现金宇正不可能 结果他真的有一个神秘的二哥金正哲 浪漫无比 然后下手很重 你可长这么清秀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金正恩的路线能不能够维持下去 金正恩是第一个南韩第三代最优秀的领导人 他游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让他韩国的空间整个扩大 然后把打出一个南韩的北韩的空间 甚至于取得了南韩跟世界各国很多协助 他的开城工业区 创造了很多的经济的力量 而且创造了很多的新的财富 所以川普讲很简单 不要过几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等的是宣布的日期而已 至于多久宣布 他上次搞了五十几天 他上次搞了五十几天 为什么搞五十几天 因为他搞神秘你知道吗 搞神秘之后突然间 他派了这些崔荣海之后大将的高官 去跟南韩谈判 那下南韩一跳 这个是不是出事情 是不是要准备要准备 说突然间派了一批人过来 结果他想要下南韩 然后南韩怕说北韩有变动 会不得不去 会答应一个比较好的条件给北韩 结果这一招南韩没有用 上次失效 所以这个用装死下人 只能下一次 所以这次不是装死 这是真的有问题的 那我认为美方跟中方应该都得到了相当的默契 但是这东西这都是与虎谋皮嘛 谁要先动手不知道耶 万一你搞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出来 据如说刚刚我聊到的金寒松如果回去接的话 老公一定动手嘛 老公一定翻脸 这不会可能让你这个东西出来 你手上的人我不会要嘛 所以这中间其实瞧的同时 是要瞧到大家都满意 瞧到大家都满意 和平收场 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诡异的命案 就是捷克的议长在1月12日的时候 过世了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是 原来这个捷克的国议长想跟台湾交好 原来今天捷克想跟台湾交好的 不是只有捷克布拉格的市长 他们很多人都想跟台湾交好 结果这个他太有代表性了 当他想要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中国一直警告他 一直给他压力 一直逼他 他都不接受 最后他突然死亡了 现在秘密资料出来 他有可能是因为 他想跟台湾亲近而被暗杀了 对特别要讲一下 柯家洛他的重要性 大家才会知道说 为什么他会牵扯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柯家洛他其实是在1989年 参与过天鹅融的革命 那大家知道天鹅融革命就是让捷克从当时的一个共产独裁的铁幕国家 竟然没有死任何一个人 没有发生任何一个就是伤亡 然后没有打破任何一个玻璃 顺利的让捷克从铁幕国家变成是现在的一个民主政权 所以天鹅融革命 这个看在所有的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 它都是一个借禁 它都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所以当柯家洛在去年10月10号 来到台湾参与我们的那个就是国庆日的时候 他在当下承诺说 今年2月他会率领捷克的所有的企业家团 来到台湾跟台湾进行更进一步的经贸融合 他还讲这么多话 说我佩服台湾人勤奋打拼的成果 我会忠心祝福你们 那现在看在老共眼里 他看到了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什么 一个推斗参与从铁幕国家解体的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捷克的国会的议员 他要在2月率领的整个经贸团队 来到自由民主的台湾 所以你说这对老共来讲 是不是有如眼中刺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从那个他的整体事件 是在他的太太维拉跟他女儿 在4月24号的时候 接受捷克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叫做一个新闻节目采访 160小时的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 他竟然透露出说 他的老公在死前两个月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就他 他是他老婆 对 他说他承受多大的压力 就是说他从大概 说要跟台湾2月来进行一个 经贸合作交流之后 他回到捷克 捷克亲中的总统齐曼 就不断地告诉他说 你这样子会把捷克的整个经济拖垮 因为中国不会接受捷克 去跟台湾越走越近 然后他就不理他嘛 结果没想到在1月14号的时候 他受邀到总统府去参加国会的一个新年的参会 对 就当下那个总统竟然拿出了中国驻 那个捷克的大使张建民的一封信 然后给他 而且再次那个下达一个指示 就是说你真的不能去台湾 然后他当下就非常生气 他就回家 回家之后 他就跟他老婆说 他说我竟然在总统府里面当场被我们的总统给施压 说不能去 三天之后1月17号 他受邀中国驻那个捷克的大使的邀请 然后到他们大使馆去参加一些宴会 然后他老婆也去喔 结果没有想到 他老婆跟他老婆的 跟他女儿被带去另外一个房间 他们去另外一个房间 被隔开 对 离开了之后 他们这个密室退台了大概二三十分钟 结果他这个议长非常生气地走出来 又生气又紧张 讲的第一句话是 你不要吃任何中共 就是这个大使馆提供的任何食物 不能讲 不能吃东西 对 而且走出之后 他就跟他讲说 他们又再度对我施压 他们又跟我说不可以去台湾 然后结果三天之后 1月20号 他突然心肌梗塞 然后就过世了 他之前身体很好吗 他之前身体很好吗 他身体有点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导致成 这个医生的判断是说 可能他在死前 承受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 但瑞德 今天另外一个是 我们看到柯文哲道歉 我没有看过柯文哲 这么认真的道歉 而且他讲 他不是 他说他非常的惭愧 怎么这件事情 对他有这么大把冲击吗 我不知道柯文哲 有没有他自己所说的 雅士伯格症 不过我知道 那么柯文哲可能有 没烧神经迟缓症候群 什么意思啊 礼拜天发生了 钱贵大火烧死五个人 造成这么多的伤亡事件 过了四天以后 他突然间才想到要道歉 突然间才想到要惭愧 整整四天 他说我工作时间 都比其他县市首长长 你知道吗 他竟然这样讲 那现在事实上 你把它说明就好了 告诉柯文哲 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 在历史上叫王莽 不相信去看知识通鉴 他大小周章 什么事都要自己批 嗡嗡嗡 他就像一个大风王一样 那个人叫王莽 那么后来在昨天还记得吗 昨天他不是回应的时候 他说什么 乳酪理论 每一片都有缺点 有没有 他说乳酪理论 还说法令定在那个地方 老百姓有遵守的义务 然后今天不可以说 法令定在那里 然后你们现在开始说 政府怎么没去找到犯人 换法的人 自己要负责 我的天 如果这样的话 我问你 你知道全台北市 这些百负公司 大饭店 还有这些所谓的 还有包括 现在正在现役中的 这个坐台陪酒的 相关的酒店 舞厅等特种行业 你知道台北市 哪一天最安全 三百六十五天 台北市这些行业 就只有一天最安全 叫做安检的 消防安检的那一天 你知道吗 很简单啊 消防安检完了以后 那天一定有安全啊 为什么 钱贵过去几年 二十几次 全部都欧趴 全部合格嘛 然后呢 这些全部安全了以后 全部关掉 全部都不搞瞎搞 我问你嘛 从礼拜一开始 礼拜一礼拜二 这个突袭林检 那么多间 天啊 照理来讲 其他家因为 钱贵发生的事情 应该都把消防安全 弄好嘛 就还是那么多家 当然全国就自己好几家 还有其他的 然后乐林歇业 戏院歇业 自助师KTV歇业嘛 你台北市政府 在搞什么东西啊 当然我知道 犯法的人 还有包括业子 要自己守法 否则法令 都定在那边干什么 但要你政府干什么 你政府就要去监督 就要去突袭林检嘛 你每年都行礼如意 然后呢 那么自己本身定好了以后 他就来这个地方安检 安检完了OK 回去以后 不好意思 那么安检已经合格了 今天合格 今天安全 明天开始 所有的消费者 全部要不要去鬼门关 自己看着办 是酒多福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政府做的安检 因为相信政府的安检 我就放心的去唱歌 去娱乐 结果搞了半天 我要自己负责我的安全 台北市政府 你变成被害人 你要监督 你监督不周 监督不利 然后你突袭林检 执行的方式是怎样 你3月6号 3月30号 4月12号 你检查的时候 全部合格 你的突袭林检 你的这些所谓的 这个消防安检 全部合格 奇怪 你突袭的时候 你去林检 都合格 那其他日子 他就关掉 有没有 你事先就跟他们告知了 告知了以后 他一定会这样 好 另外一个被害人 我更讶异 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被他吓了一大叫 另外一个被害人跳出来 那个人就是中广的董事长 赵超康先生 怎么了 赵超康刚说 中广会向这个 钱贵 这个求偿 因为他是房东啊 对 因为是房东嘛 然后紧接而来 变成凶宅了 你知道吗 现在烧死五个人 然后之前 因为有跟这个钱贵 那么签合约 你要扩建电梯 那你必须把消防安全 什么都OK 然后现在又变成这样 然后可能要租别人 又租不出去 又造成整个价值的 这个降低就对了 然后又变成凶宅 那房东求长很合理 我愣了一下 这个房子跟你 刚刚有关系吗 没有吗 那中广的 各位保洁 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地方 十几年前 我录影都在他的顶楼啊 你知道吗 他的一楼就是VMix VMix就是中广当时 买下这种大楼的以后呢 跟相关单位 他们在这个地方 开了一家KTV 当时VMix还号称是 东南亚最大的KTV 我在自由事报 当主管的时候 我的手下这些 我们吃尾牙 我都办在VMix 你知道吗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 非常了解啊 各位 我给各位解释一下 是怎么来 为什么说跟赵商康 没有关系 为什么赵商康就挑出来啊 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 中广在仁岸路那块 京华区的土地 地宝卖掉 88亿卖给当时的党营事业 国民党的中投公司 中投公司 在这个1990年的时候 加2亿 90亿 卖给那时候洪胜集团 后来盖了地宝 就是那时候台北市第一豪宅嘛 然后后来这些钱 哈巴南南靠掉土地增值税 他卖了90亿 土地增值税全部靠掉 有68亿 他买了两个大楼 一个就是松江路的大楼 现在的中广所在地 另外一个大楼就是林森大楼 就是现在这个VMX 跟钱贵的这种大楼啊 但他那时候买这个大楼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什么时刻 那时候他的市价 大概约莫等于15亿上下左右 买了30几亿 当时的价格买了33亿 怎么会花高价去买那么 市价 怎么会那么高啊 当时市场上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玩法 那事实上也有人在报道过 但后来国民党没意见 不了了之啊 照理来讲 到底这个交易是怎么回事 因为呢 事实上那时候的物业主呢 叫做陈友豪 那陈友豪急得要赶快 拖掉这个大楼啊 要拖线 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当时卖了以后 本来中广的总部 要设在这个地方 结果后来发现附近 电波的关系跟干扰的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后来没有 就搬去了松江大楼松江路啊 这个地方就一二楼 那个地方开始设这个VMix的 那个KTV 上面设摄影棚 把它租出去就对了 但后来 因为这个经营不利的原因啊 就是经营了几年了以后呢 把它关掉 就租给了前贵KTV 整个事情是这样来的 那为什么跟这个赵超康没有关系 各位 2006年的时候 赵超康买中广 对啊 买就叫中广了 中广当时 哈巴当当全部加起来 他的土地资产 什么东西全部加起来 包括他的这个频道加起来 价值57亿 赵超康只买10亿 但是 但是 他买的是频道本身而已 他没有买中广的资产 没有买中广的资产 那时候中广资产非常多啊 那我还记得我跟以前的 好几任前的女友 还在板桥的中广的地方 还是那个土地好大 后来打官司还输了嘛 后来捐出来给那个台北县政府 这现在新北市政府嘛 他有好多好多的土地资产 赵超康 没有买 我没有买那些资产 跟我没有关系哦 我买的是频道 然后后来呢 听说后来还用他经营的这个钱 分期付款还缴清了这个相关的10亿嘛 对不对 可是这栋大楼啊 后来 租给了钱贵相关的以后呢 事实上每个月的月租 五百五十万 当时党产会成立了以后 要去查扣 后来打官司输了 这笔五百五十万呢 事实上就放在一个特定账户 特定账户 谁都不能用 你知道吗 因为还在打相关的这个官司嘛 然后呢 我就很好奇了 谁都不能用 哇 赵超康在2006年买耶 那一个月五百五十万 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几年了 当然是从钱贵开始算了以后 那这笔钱现在到底有多少了 累积滚到多少了 那个钱 那个钱是什么样的账户 那个钱没有人在动吗 因为他那笔钱是放 收进来就放在这个特定账户 因为现在有问题嘛 有认知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不当党产嘛 不当党产全部收归国有啊 你知道吗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赵超康 不是那些房东到底是谁 赵超康曾经要把它切割成 包括中把它剪支 然后呢 把它分割成中国广播公司 跟中广资产管理公司嘛 那赵超康不是一直在强调到去年喔 去年党产会办的公听费 他还是在强调 我只有花十亿买这个 比如说频道 我没有买资产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现在又跟赵超康有关系 当然啦 赵超康是中国广播公司 现在的董事长 也是名义上的董事长啦 但问题就是搞得糊里糊涂的 就是说这栋房子理论上 应该不是赵超康的 可是赵超康在发言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要等到 马英九相关的三中官司 底定了以后 才能够把这中间的纷纷扰扰 全部棍于一尊 所以董事长 这栋大楼也太混乱了吧 当时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 要急于处理这个三中资产 大家急于处理这个 你看到他就找他们自己人处理 他为什么不卖给我 我不卖给你 我们也可以买啊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他们私相授授 马英九私相授授的一个杰作 私相授授 他们完全是了 然后十亿 到底他付了十亿也是分期付款的 他也是从他的收益里面赚的钱 等于说也没拿钱的空手套白狼 赵超康哪有十亿嘛 胡说八道 这个十亿也是从他营收里面赚来的钱 付的钱 讲白的啦 就拿用你的头帽 你的拼 你听不懂 很简单 因为一毛钱没有出 然后这个频道来讲是国家资源 你国家资源 你现在NCC可以把它取回去的 可以收回去的 因为当时中广成立的时候 取得这些频道的过程来讲的话 完全合法吗 有经过审查吗 有经过申请吗 当然没有嘛 中广当时成立就是 稀里糊涂就国民党就成立了嘛 所以他原始的时候 那在请照的过程 其实NCC现在收回频道也可以收回 收回资产 当然可以收回啊 这里面有诈息行为嘛 这很简单 刚刚若瑞德讲 对 他十五 他这是他十五亿的东西 卖人家三十亿嘛 他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揭发出来 告出来你知道吗 因为国民党当时成立的一个基 有一个基金叫民生基金 民生基金 就是国民党 就党场会管的 民生基金他就说 我故意十五亿卖你三十亿 中间多的十五亿里面 我可能拿五亿出来 捐给民生基金 干什么 是买票用的嘛 就李登辉拿这个钱 去做选举的经费 所以以前国民党的选举立法委员 一个大概花一亿到两亿 到自筹款以外 大部分钱都是国民党出嘛 所以他们就在处分资产这个时候 但其实他核心人物是帮谁 是帮陈友好 陈友好的时候陷入财务危机 所以这栋大楼是一个 盖在一个不恰当位置的一个 非常高档的大楼 我还有很多好朋友 买了一层一层嘛 后来到了陈友好要处分的时候 就把这大楼收回来 用原价收回贴利息 然后再卖给这个 再去卖给这个这个国民党嘛 所以你去算 陈友好卖的价钱 他收回的价钱 跟卖给国民党价钱 有个庞大的价差嘛 这个就是摆明的是一个操控行为嘛 那这个政府就可以处理 检方就可以处理 赵昭刚今天出来讲这些话 反而是质朴其短 我觉得当场会再追查下去的话 可能都要倒霉 越爬书周扬后面的背景 他发现他爸爸不但是 中国银行的富航上 而且他可能是朱镕基的嫡系人嘛 也难怪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全面封杀罗斯江 更可怕的是 之前我听过常会常讲 你不但是我今天这个钱 已经赚不到 5.6亿赚不到 搞不好我还要付出 将近十多亿的赔偿 没错 我们就曾经讲到 在中国东方党里面 枪杆子跟钱袋子两个都要顾好 但是在目前为止来说 钱袋子会比枪杆子更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头打仗 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弄钱嘛 所以钱是最重要的 我们跟他讲 如果周扬青的父亲 周扬青的父亲真的是周宅群的话 他可能真的惹错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 你只要在中国大陆 能够干干到这个副行长 你不是朱镕基的人 就是温家宝的人 要不然就是王岐山的人 也就是说他你呢 你一定跟他们都会有渊源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 金融界就是他们几个 在把持里面 你看朱镕基的儿子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中国大陆数一数二的 这个所谓的创投基金 温家宝的儿子也是 那王岐山就不用讲 他是跟美国华尔街 能够对上话的人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 问题是他们几个都是 干到国家的总理 或是干到国家副主席 所以你跟他们完全牵扯在一起 你就知道说你真的已经完蛋了 跟这描红的一群人 这些人一定会让你死得非常难看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金融帮都很厉害 我们先从远的开始来看 索罗斯他曾经在这个一九九七年九八年 那时候横扫亚洲 包括说像这个到这个英国啦 去这个放空英镑啦 甚至到这个亚洲来 泰国 印度 很多马来西亚 都全部被他聚集了 结果后来他输给谁 他输给港府 港府他真的输给港府不是 他输给了朱镕基 朱镕基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守住香港 所以他跟索罗斯打了一战 对你干过 索罗斯曾经是这个金融大恶 到目前为止 大家看到他要空什么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对不对 就他败给了朱镕基 你就知道说这些人是相当有手法跟手腕 他们知道怎么跟你打 即使打那种正规战 他也可以跟你这种史上最大规模的 金融大恶的大战争 他也可以打的 所以讲到中国影响最可怕的是 他都在外面 对 在外面的时候 你要跟全世界这些金融单位的人 金融大恶是真刀实枪的对干 对 因为我们讲到 事实上这个中国影响 他在海外是这个影响力是比 在国内更大 包括在香港 在台湾都是如此 这是这个金融 这些金融家 第一次击退了外来的来者的这个犯 另外一次是什么 另外一次是金融家发动对习近平的进攻 这一场是这个是2015年 我们在节目上讲过非常多是金融政变 是让习近平最靠近下台的 就是这个时刻 你要说什么周永康 或是最近的孙力军 那些人其实对他影响都不大 但是这次 2015年那场股灾到目前为止 让习近平都还相当相当的紧张 为什么那次的这个 这个所谓中国上证指数 来到了这个六千多点 一路往下杀 几个月 几个礼拜之后就跌了五成 当时那时候朱镕基 这个温家宝不是说要动用一切的资源 要暴力救世 当时整个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权 是摇摇欲坠 谁对他发动攻击 就是金融帮 所以我才跟你说 这些金融帮的人员 他们私底下的这个私利是横贯 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里面 他们是富可敌果 同时可以动摇国本 而且他们的人脉非常的深广 当然是非常深广 保险 我跟你讲 这个他们这几个人是互相 互相算是一个整个金融帮 这个金融帮里面说 他们可以影响学长学弟 这样互相的勾结 互相的这个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可以动用的资源 跟动用的影响力 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到 任何这个我们这样 任何中国大陆的重要企业 或是任何大陆的所谓娱乐公司 他最后还是他还是要钱 他背后就是金融帮 所以钱还是主宰了一切 所以他惹错人的话 那当然下场会非常惨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 当然是金正恩的生死之谜 因为他的欲举一动 会牵扯到整个东北亚的安全余缝 但现在诡异的是 不是只有金正恩他消失了 这我们昨天谈到的 他的妹妹 一个非常活跃的金与正 他现在也在所有灵光梦前 全部都消失了 还不止如此 懂吗 我们看 这一张图更可怕 它是北韩最高人民会议 常委会议 也就代表这里 是北韩的领导班子 好 你看到这个领导班子里面 除了金正恩不见了以外 金与正不见了以外 现在只有两个人偶尔出来 一个是普风朱 一个是金在龙 一个是内阁总理 一个是国务委员的副委任长 因为还有一些仪式性的活动 必须要举行 但除了这两个人以外 金正恩 崔龙海 浦光浩 金平海 包括李万健 李朱荣 金与正 这些在北韩掌握实权的人 照一讲 他们都固定公开在民众面前 竟然全部都消失了 代表北韩一定有事情发生 但这个事情 到底能不能和平落幕 这个事情会不会造成中美的大战 大家拭目以待 好 在这一段里面 民党前立法委员林静岩 加入我们讨论 静岩你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之后 看到这一张图 把我给吓死了 昨天我们讲说 金正恩不在 就一个人 你的生死之谜 大家觉得非常紧张 结果搞了半天 不是他不见了 金与正 他的妹妹 刚刚讲 这个是他的最高常委会议 本来他是候补委员 站在最旁边 后来我们去查了一下 不是金正恩 不是他妹妹 只有两个人飞出来 不可的 有露面之外 所有的 包括金家的人 还有北韩的权力人物 全部消失了 平常目前是一个笼罩在一个诡异的气氛之中 为什么 因为最高领导人 第一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 现在完全都不见了 第二号人物谁 金正恩 第二号人物是崔龙海 两个人都没有出现了 再来就是说 这一排里面来说的话 最有可能会接金正恩班子的这个金与正 也不见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见了 这是他们最高的这个 算是最高领导班子 只有这个金再龙 他们内阁总理 还有这个蒲凤朱 他们最近有出席 其他人最近都没有出现在北韩的荧光目前 保洁这是北韩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局面 你知道吗 在共党国家里面 在健康这个非常重要 对 他们随时都要用一个最好的姿态 是 出现在人民的面前 对吧 我很健康 对 我还掌握实权 任何在共党国家里面 这个人只要消失一段时间 就代表他的权力有问题 对 这就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就没有想到 北韩是一挂人都不见了 对 北韩的这个领导人 今天目前到底是中风还是心脏脑死无法站立 甚至是导弹意外 很多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 可以确定一个状况 就是他真的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领导班子都不在的时候 领导班子都不见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大家围到他的身边 又为什么围到他身边 让我们想起了 中国每次在政朝要改朝换呆的时候 这个皇帝要驾崩的时候 全部都要把全部人叫在身边 叫在身边的时候 甚至有可能会接班人 也一定要在他身边 为什么 因为到底他的遗命是什么 大家都要完全在那边看着 甚至是如果大家都有机会 是不是一个夺底的行动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不见了 你看金与正不见了 不说 你看金平日 他找回来的这个 他们的穿纳俗处也不见了 金正哲目前也不见了 甚至穿线是什么 美国现在保护的金寒松 如果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搞不好他要进入到北韩里面 所以现在大家完全都在看金正恩的下一步 他到底是怎么了 所有人都做好准备 而且所有人都有机会 所有人都在基于他这个位置 你说北韩现在可能这在上演一场夺底大戏 为什么这样说呢 保洁我们先来看这个时序表 这时序表金正恩最后一次出面 就是在这个 十四月十二号的时候 他这个有报导他 他四月十一号主持 这个朝鲜劳动党的中央政治级会议 他还有现身 从此之后 他就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的时候 我们知道媒体都不是报导说 他四月十二号开刀吗 好 从这之后 保洁四月十六号 他没有出现 这个太阳姐他没有出现 他没有去锦绣山的太阳宫 去跟他爷爷朝拜 没有出现 他没有出现不说 金语政也没有出现 那崔龙海是出现了一下子 他就不见了 好 再来说 四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你看媒体 北韩媒体报导 金才龙 我们刚才讲到的内阁总理出现了 另外一个四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蒲凤朱 他们的国务委员会的 这个副委员长出现 那除了这几个之外 其他人都完全不见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也只出来一下下而已 对 而且他们都是什么 视察什么海水氮化工厂 或是说去这个纺织工厂做 保洁这些行程过去的时候 有时候会金正恩会过去 他们现在就换这个内阁总理 还有国务委员过去 所以你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等一个时间 也就是现在各方人马 有实力的人马 全部都在金正恩旁边 准备随时可能要接班 所以你说现在北韩镇 那个山雨欲来的味道 非常的紧张 而且外持内章 对 没错 我们现在讲这几个人 里面来说 当然目前国外媒体都说 金与正是最有可能接班的 甚至南韩的国会 在今天也说 如果万一真的有可能 他可能准备要接班 我们可能要跟金与正 展开一个新的这个关系 但是大家现在可能 金正哲好像在这几天 他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因为现在媒体报导出 他越来越多的细节 发现到说 他这个人其实不简单 突然又把金正哲的讯息 不断的抛出 对 为什么 事实上 保洁 你知道 事实上在这个金正恩 他刚接任的时候 他处理这个张成哲 很多手段里面说 他的辜负 对 就是金正哲在做一件事 而且这几天 有一个叫做烽火组 被很多媒体开始讨论 烽火组是什么 烽火组是一个 两千年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 听说成立这个神秘单位的时候 是金正日要成立的 他要成立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所谓的 这个官二代太子党 对 他这个烽火组 就是类似北韩的太子党 他就说你反正只要是 北韩革命下来的高干人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烽火组 而且这个烽火组 你一定要是北韩 什么金日成大学 北韩的这个大学里面 重要的人物 而且你以后可以到 党政军里面去历练 那历练的你就担任烽火组 那烽火组以前的话 这个金正恩 他就把他哥哥的扶上 就是金正哲 因为金正哲 见面的时候 其实金正哲就在旁边 是吗 对 甚至他还跟他讨论了 非常多事情 可是他一直在权力中心 对 只是前面在前面铺排 的是他的妹妹 对 也就是我坐火车 下来指挥的 你今天去跟这个 所谓的南韩 对 见面的时候 谁该站什么位置 对 是他妹妹在主导 可是在背后 当他智囊的 对 是金正哲 对 甚至很多传言 就是说金正哲跟金正恩 常常会固定开会 在商讨这个北韩的 相关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甚至保留我们讲 张成哲的枪杀 这个所谓犬决 这个是谁做的决定 这个是张正 金正哲做的决定 本来金正恩还觉得 他下不了这个决定 我们都觉得最凶残的金正恩 开始说 你要杀你自己的 故障的时候 他还下不了手 对 结果是金正哲说 你就把他杀了 要处决他就把他干掉 所以很多事情 现在被传出来 原来才是金正哲在做的事情 而且就像保杰说的 他是这个 金正恩后面的暗影 但是光是谁 就是金与正 所以他们其实 过去有一种说法是 光跟影 对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 做去的北韩 其实是三金体制 也就是金正恩 金与正 还有金正哲 他们三个人 其实是整个金氏家族 最重要的铁三角 只是金正恩是台面上 那个人 那金与正 可能是帮他办一些 对外的事务 但是真正的重要的幕僚 其实是金正哲 如果这样很可怕的是 因为当时杀了张成哲的时候 全世界不可思议 因为韩国其实是 反正是儒家的 儒家贯彻最彻底的 其实在韩国 特别是北韩 他们对家庭伦理 对自己的长幼 是非常重视的 你居然杀自己的故障 那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如果金正哲敢做这种事 他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对 而且金正哲 为什么早年的时候 他其实就对他 在根据现在媒体 曝光越来越多的时候 金正恩假设 假设真的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最有可能 一个就是金与正 另外一个就是金正哲 那金与正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 就是他跟这个 这个所谓吹龙海 相当大的关系 听说BBC在前几年就报道 吹龙海的儿子 就是嫁给了金与正 那吹龙海是现在的第二号人物 所以金与正 会不会透过 这个所谓吹龙海的力量 重新扶赠 而且抱歉 吹龙海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大家都觉得说 他好像不重要 事实上他的父亲叫做吹贤 吹贤是跟金日成 有血盟关系的 所以他跟 他在这个金家 金氏家族里面 是相当重要 他跟邓小平一样 是速度起落 然后最后被金正日 觉得说 你还是来当我们金家的 这个辅佐吧 所以他其实是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北韩的军权 他其实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所以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金与正 还有金正哲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这几个 可能会决定了 未来北韩的政局的发展 好 贝德 刚才讲 现在整个东北韩的形势 是外持那一张 从川普到中国 到韩国到日本 不用紧张 不用担心 形势都在掌握之中 可是大家知道都说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大家 如果这么淡定的话 我干嘛要成兵边界 如果这么淡定的话 我要干嘛派我 最强的枪击兵 到了这个38度线的附近 也就是 现在各个国家 都已经做了 最坏的准备打算了 对 没有错 美国总统川普 那么他那一句 我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我问各位 美国总统川普 是不是全世界 最多最多情报最精细的来源 都在他这个地方吗 当然 所以显然他是可能是全世界 少数知道金正恩 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人 但他不讲 他不讲卖关子的结果 我问你嘛 如果金正恩是健康的 有什么不能讲 当然 那只有一个 那就是因为金正恩是不健康的 甚至已经发生事情了 所以才不能讲 讲了以后会有这个 等于说国际大乱 会有所谓的这个大忌 所以显然发生的事情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美军在这几天 刚刚讲的B1B枪技兵的 那个引擎 那个轰大机 不过飞过去吗 没错 当时飞过去的时候 包括六架的F-16 七架的F-2 跟八架的F-15 半飞 你知道吗 一样半飞 不是只有枪技兵 不是的 那这样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飞行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美军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这样的动作象征什么 而且他事实上这个枪技兵的飞的位置 一下子不到一个小时 咻就可以到原山了 马上现在为什么说原山 因为原山市就是现在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么金正恩落脚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4月21号 那么美国人造卫星 不是拍到了他的专列停在那个地方吗 没错 停在原山市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北韩领导人 专用的这个车站 他的专列停在那个地方 21号停到现在都没有动 他来干什么 来了以后为什么不动 如果你们马上要走的话 你不用急着来嘛 对不对 来了以后就不动了 紧接二来 人造卫星又马上拍到 那么他的豪华游艇 又出现在原山港 又在那个地方 那也不动 那为什么他的豪华游艇 跟他的专列都来了 然后都不动 我相信现在啊 所有的这个 包括美国的间谍卫星 全部都在扫 都在扫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北韩的上空 那么中共在压力将半 有没有调兵 你知道吗 有没有调兵也在 那个压力将半 现在全世界表面上看起来 像中国的78 79 其他人军都过去了吗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平静无泼 水底下全部大家都已经 美国在较劲 然后中共在较劲 搞不好连俄罗斯 都已经有动作了 那事实上美国这次最特殊的是 刚刚不是说 六架相关的侦察机都过去吗 没错 它有一个叫做联合星的 E8侦察机最特别 为什么呢 其他侦察机包括可以调动 我们都以前都听过 包括这个E2T 然后这个包括空中的 包括这个潜艇的等等 它这个联合星很特殊 这个E8的相关侦察机 那么它在沙漠风暴的时候 出来 比如说执行了以后 那么出境风头 那么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的战场 也是出境风头 为什么 尤其是那么阿富汗 不都是三吗 在三的情况下 很难 很难 那么掌控它这个敌军的一举一动 这个E8一来的以后 它跟其他的这个侦察机不太一样 它不是以空中的为主 它是以地面的为主 而且地面大到什么程度 两百五十公里之内 你移动的相关的车辆 我可以知道它是一辆卡车 还是知道它是一辆战车 所以它是最厉害的空中作战平台 没有错 它都去了 它去了 它还有一个能力 为什么呢 这为什么叫做联合星 它一来了以后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无线电整合系统 跟秘密的通讯系统 它可以让 在空中飞的其他的战斗机 运输机 直升机 直接跟地面的部队 两边就直接交谈 经过它没合了以后 你们可以直接交谈 你知道吗 我需要你炸哪里 我需要你干什么 马上就交谈了 这个听起来很容易 在战场上是很难到达 达到的 可是这个联合星的E8 有这个能力啊 它也去了 所以它是作战指挥平台 来的时候就是要打仗了 没有错 它也来了 所以事实上 现在几乎就是三雨欲来 丰满楼 世界各大强国 群聚在北韩的旁边 现在就静候 北韩的领导人 金正恩的死活讯息 好 戏平 刚才讲到的 今天不是只有枪技兵过去 枪技兵过去 F2 F15 F16 都在旁边半飞 看着我吓一跳 因为我们看到 之前以色列不是来去无中的 进到了叙利亚 进到了伊拉克吗 他就是F35踹门 然后F35踹门了以后 F15 F16 就大规模的扫射 扫射了以后 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拼定了 如果今天 我枪技兵踹门 F35踹门 我今天到了北韩去 就是完全符合你刚刚讲的 今天北韩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美国已经做好作战计划了 对 我跟你讲 我也讲了 美国启动了5029作战计划 5029 就是金正日一旦死亡了 北韩发生动乱 或是军事政变 正是美国混水摸鱼 插手最好的时机 他连谁要踹门 谁要大轰炸 谁要进去攻击 对 他的编队都做了 对 那美国在这时候 若进去掌控了北韩 他属意的人选是金韩松 他谁 金韩松 金正男的长子 也就说是金正日的长孙 你说在马来西亚被暗杀的金正男儿子 对 对 儿子 他是完全美派的 第一个 他现在头发金色的 戴项链戴耳环 对 他在脸书上 讲我的叔叔金正恩 独裁者 我敢讲这个事情 所以 现在美国属于人选 是金韩松 但是 一定要北韩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 才有可能 好 那金正恩当生死不明 主要原因就是4月15号太阳节他没出来 太阳节 他国父当成 金家最重要的 他连建军节都没出来 对 如果金正恩往生的话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 谁接班 一个大问号 谁接班 很多人都说金与正接班 我在那边讲 金正恩确实有让金与正暂时接班的打算 我给你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三月 这个金正恩发了两个短程飞弹 美国跟韩国一直叫 结果出来是不是外交部发言人 出来是金与正的 金与正说 你们受到惊慌 像乱飞的狗一样 哇 他第一次因为外交事物发言 第二个你可能不知道 金与正对部队下了一道指令 他给对部队下指令 他是党的组织部副部长 从来没对部队下指令 他说部队里面要多照顾旅兵 旅兵需要的药品 全部要替他组织好 向部队下指令 以前他不可以做这种事 以前不可以 所以他最近参与了外交 参与了国防 所以他的地位 正在节节高升中 啪下 金正恩出事了 大家都说他的接班路 会不会受阻 因为金正恩不在了 他是个女性 在北韩还是男性当家 但是所以他能接班我认为最重要当时吹龙海 因为吹龙海注意党政军党 他是劳动党的第一副委员长 党的第二把交椅除了金正恩 第二他中央军委会委员部队在他手里面 第三个不要忘记 他是国务委员会的第一副委员长 党政军都有 党政军都在他手里面 那传说金与正嫁给他儿子崔晨 如果这是真的话 他们亲上加金 崔龙海当然支持金与正 好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第二个他就问 崔龙海 你党政军在手里面 你会自己出来 有可能吗 他还夺权吗 他会遭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第二个我认为他会去支持金正恩的十岁儿子 为什么 金正恩十岁儿子如果接班的话 谁当摄政王 崔龙海跟金与正 我告诉你 康熙八岁上任 谁掌控十权 敖拜 所以我告诉你 崔龙海想当敖拜第二 他想当敖拜第二 你想想看康熙八岁大权就落在敖拜手里面 问你金正恩十岁的儿子上任 整个北韩大权在手里面 谁手里面 他有一个儿子皇帝在这边挡电板 所以是抚命大臣 对 他是抚命大臣 好 美国支持金寒松 那崔龙海有可能支持金与正跟金正恩 现在一个新问题来了 最接近的老大哥 中共支持谁 我认为中共支持金正哲 那个最神秘的金正哲 我告诉你金正哲厉害多了 康熙多低 对不对 所有人都静悄悄 没错 现在整个人失踪 就是跟康熙躲地一样 谁都潜伏在那边 但都不表态 表态最快的 死得最快 不要忘记 当年康熙给了雍正 雍正一上任 对不起 老八的老九 死老十四 去守黄林 金正哲最了解这个东西了 我跟你讲 他说我们要发 李明信就打NBA 但是你先替我拿一个亚运会金牌来 他组这个亚运会这个篮球队 后来金正哲跟金正恩给他老爸说 我们在瑞士天天打篮球 不可爱打篮球 金正哲就说你们两个各组织一个国家队 你们来比赛 我看你们两个谁厉害 金正哲知道 当时他老爸已经属于金正恩接班了 他知道金正恩很厉害了 是 我告诉你篮球比赛的时候 赛前他也不给他做战术指导 中间他也不喊停 打输 他的队伍大输 大输之外 他就解散 金正恩赛前杀盘推演 你打什么 你打什么 中间一直叫停 暂停 暂停 叫停 然后他大胜全部罚战 你这个地方没打好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失误 你这战术我叫你这样做 大胜他全部检讨 金正恩在旁边看 这个儿子厉害 金正恩看到 老哥 无能 我告诉你 我一看这件事情 我就想到谁你知道吗 想到谁 我就想到最血腥的乾隆 乾隆 雍正只有八个儿子 乾隆只有两个弟弟 一个是八弟 八弟年纪太小 唯一我能威胁他的 就是五弟 红咒 结果红咒是史上 最荒唐的亲王 他天天很荒唐 把自己设灵堂 又去打顾民大臣 天天疯疯癫癫癫的 他是要保密 历史家全都说 他荒唐 是为了保密 像乾隆表示说 我是个很荒唐的人 我对你一点威胁都没有 你放我一命吧 就是金正哲现在做的事 金正哲当年把篮球队大败 不赢金正恩 就是在做红咒做的事情 他心机非常深沉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这些人 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就像当年康熙 朱九王夺迪 每一个人都在幻想 但是谁是谁 要等到答案揭晓才知道 好董事长现在 整个北韩的世界 有这么复杂 这么不错的迷离 现在北韩的领导班子 我们来看 这个是北韩最高的 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议 看到所有都是领导班子 所有人都不见了 有这么可怕吗 如果像刚刚 马老师讲这个情况 其实中美都不用紧张 马老师中间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政变 南韩以前是不是政变过 有 每次都政变 军人政变是 普正熙那时候当什么 为护卫 大统令 普正熙 普这些军人当年的时候 都是带兵关的时候 政变 司长的政变 所以司长就可以跟你干 他们不会跟你客气的 那个韩国人跟台 跟台湾人跟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还谦虚 儒家思想 他做个给你玩命 所以现在大家怕的 就怕政变 因为他和平转移 会那么简单吗 和平转移以后 我就完了 我这个 我这个部队官能不能够顶多久 不知道 所以他这里面是不是一个稳定的情况 因为他太神秘了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 那我相信他的部队很强很强 那这些部队长本身都很票悍的一个人 对不对 他平常你也控制我 我也控制你 这是机会来的 而且这个部队本身 就是北韩的部队大部分跟中国解放军的关系非常良好 他们有传统情谊 他有长期的关系 他包括现在所谓的林边 在中朝边际所做的黑式的交易所谓的边貌 那都是这些特权阶级在后面操控 那特权阶级跟谁合作呢 跟中方的军方在做合作 不然他们怎么维持还能够买到雪茄 买到包买到一些鲍鱼 鱼翅这些高级的后面怎么来的 都靠走私来了 所以他基本上他们 这个是大家觉得 对于金正那个蒙巴哈的那台车子 他怎么可能运到北韩去 这个在中国来看的话 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这帮他服务的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而且所以我讲的 北韩的军方跟解放军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南韩日本跟这个美国都比不上 所以你看到有动作出来的 一直是美国军队 他怕 他万一今天是和平转移没事 这个国家就是你最重要的就是核武库 讲白了就是你这个核子弹的掌控权 最后在谁手上 我跟你保证这个东西不会出错 好 你这个政权怎么搞 我不管你 慢慢来 最后慢慢瞧 可能要换个过渡 换个一代两代三年五年 又换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你只要是和平的政权转移 我都无所谓 万一你是武装政变的话 那一定会乱嘛 武装政变的最后 一定会有人抢那个核子飞弹的控制权 他现在就防乱 就是防乱嘛 防兵变 最怕就是防兵变 那兵变可不可能 太有可能了嘛 他们这部队每天都打仗出身了 南韩这种文明国家 其实十年前每次都兵变 对不对 从来没有例外过 韩国人喜欢打 韩国人喜欢炒 高丽棒子嘛 脾气暴躁 吃饭吃辣椒 他动不动就翻脸的 这种情况 你认为他那么好好的 训养着乖乖的就当他的兵吗 他当然不会嘛 而且所以我说 这个背景是很复杂的 他说如果和平转移 这个事情就没事了 暂时没事 可是会不会那么顺利 不一定 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今天他内部如果一个诗 宣布要造反出来的话 我告诉你很简单 你马上就看到中朝边境开放 解放军一定进去 难怪现在中朝边境开修马路了 当然他不去不行 谁都怕嘛 谁都怕 搞不好老美还希望他去 因为老美派不了地面部队 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 所以我说 这个刚好污漏偏逢年夜雨 因为习近平主 习近平最近碰到事情太多了 这个事情会让他非常的头痛 半夜都会下棋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谨慎观察 因为这跟台湾有关系 你知道吗 黄海如果出乱子 台湾也紧张 如果美军强势作为下去的话 老共就来台湾跟你闹一下了 这两个会有互动关系的 所以我们国军也要保持 非常高度警戒 曾经有人讲 你从甲午战争到韩战 台湾这个命运 其实是跟韩国紧紧绑在一起的 那我请问您问题 我们这两天发射那个什么 那个 云风飞弹 云风飞弹干什么 阻贺 这也是阻贺功能 你敢动我就敢动你 对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攻击性 云风飞弹是攻击性武器 不是防御性武器 一千多 一千多公里 可以打到北京的 什么时候不演习 现在试射干嘛 大家都紧张 台湾都不紧张 台湾也紧张 台湾当然紧张 不然现在神经面积 发一千多公里的飞弹干嘛 那是不是 没试干 找试干 就是会有事情发生 好 所以建议 这场台湾野井 你知道吗 我们发射风飞弹 是警告中国 还有我们还特别把那张照片 辽宁号的照片弄出来说 我已经看到你了 就是在代表告诉四周这些国家 我想尤其是中国 我们知道你在干嘛 那事实上这个 所以台湾也有角色 台湾在台海 尤其台湾讲印太战略 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被宣布说 我们加入印太共同治理 平台的时候 听起来好像是说 我们很高兴美国接纳了 我们一起加入 事实上应该是说 他们很需要我们加入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重要的岛链 而且其实日本跟中国跟韩国 这边是台湾 大家不要忘记 旁边的海域都在那里 渔船也在那里走来走去 地下电缆也在下面走来走去 那这个地方下面的军舰 潜舰在过的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监控 这里面都互相需要 冲爆资讯以及我要知道 你过了哪里 所以这里头包含说 像公海的海域 我们大概在渔船可以知道 可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的 包含军舰或者相关的军船 在过的过程里面 大家其实彼此的坐标 大概都晓得在哪边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是说如何大家这边 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平衡 其实这个东西很难说 有一个人完全制霸 那一定是大家各自的平衡 所以前一段时间 不是菲律宾他们那时候 就是中国出来搞了一个大外宣 说我们跟菲律宾是好朋友 可是还跟你say hello 大陆互相鼓励 我们拥有共同一片海 对啊 这件事情他们完全惹错了 因为菲律宾跟他们是为了南海主权 打上官司打国际官司的 他们为了争夺 惹害叫拼得你死我活 他们是打国际官司 那这个中国 尤其为什么我们讲台湾 我们不论是太平岛 不论是南沙那边 我们要花那么多精神 因为中国在那边 他们是找了一个一个小的 那个岛礁 就盖了我们讲的人工的这个建筑物 这个代表他们在那边 未来就可以直接监控四周 那台湾在这个角色 你说美国 美国当然对于这个地方 他们要介入 他们也要知道这边的和平状况 可是他的船要在那边来来回回 跟台湾也一起帮助在协防这里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来讲 其实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我们这边其实说起来 还是算是紧张的 那当然像今天讲到北韩 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就让大家更加的紧张 那这个更加紧张的过程里面 这里大家如何互相第一 有所节制 不要在这边谁突然之间发什么包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那一次熊山 不小心误舍那一次 但是要虚禁一场 因为这个误舍可能导致 大家有人以为你要引战 这是很风险的事情 但是熊山那次的误舍 后来有一个好处 我们那个熊山飞弹太厉害 厉害到 远船都找得到 而且是真的对着准准的 那个渔船的正宗进去 所以那一次事情之后 周边国家都发现 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是好的 那我们这几年非常认真 不论是做我们要发展浅舰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武器 包含美国现在卖我们飞机等等 这里面是更加强的一个东西 台湾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再讲一个事情 这边的台海的相关 我们讲印太战略的维持 跟我们所谓的 我们讲security 那个安全 每个国家都需要各自有所监控 而台湾在这里面 包含我们跟比较友好的国家 互相提供讯息互相去确认 你的资讯跟我的资讯是不是对的 以及你没有办法提供资讯的时候 我有什么讯息给你 还包含互相训练 因为大家之前有人提过什么 从中国要有什么交罚来台湾登岛 有没有被大家笑死 你们完全不知道台湾海峡的海象 是世界有名的差 世界有名的可怕跟困难 那这个地方包含美国或者日本的训练 以及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们需要台湾这边的协助 其实台湾在这个地方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好 听讲我才知道说 北韩在某个程度来讲 他是非常相信台湾的 这我从来没想过的 保险你说有一种东西叫下酒菜 那么我们的酒家里面有酒家菜 对不对 那日本的居酒屋里面 有很多的下酒菜等等 北韩平朗的这些男人们 他们喝酒的时候的下酒菜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红烧曼也就是蒲烧红烧曼罐头 然后金枪鱼罐头 黄花鱼罐头 那你知道刚刚讲的这三种罐头来自于哪里 哪里 全部是台湾去的 真的没有错 他们全是台湾罐头 这是他们的下酒菜 而且是高当的下酒菜 你听谁说罐头怎么可能下酒菜 真的是高当的下酒菜 从台湾去的 然后除此之外 他们的北韩的顺安机场 就是国际 他们的国家的首都国际机场 他们的厕所里面的马桶 跟洗手台 全部是台湾的 全部是台湾的 然后中国 他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吗 北韩在全世界 第一场投资说明发表会 是在台湾举行的 然后是在台湾举行的 而且当时许诺台商如果去的话 三年免税 三十年到五十年投资保障 然后保障你来了以后 独家就是说你这一家业子 台湾的业子来了 不管你生产什么 只有一家绝对不会给 可以做独门生意 没有错 也是在台湾 所以不要太小看 小看台湾 为什么各位还记得吗 金正恩曾经手拿一只手机 大家吓了一跳 HTC 可是你只知道金正恩拿HTC 金宇正也是拿HTC 所以事实上 他们大量的用这个相关的台湾货 那除此之外 你更不要小看北韩跟台湾的贸易关系 记不记得川普下令全世界 那么一定要把这个北韩相关的石油禁运 对不对 结果他的无人机不小心拍到 有一艘船在公海 偷偷把油给了这个北韩台商干的 你还记得吗 不要小看台湾 为什么 我们跟北韩 我们台湾是北韩 那么在进出口贸易的第四大国 你绝对不相信 你知道吗 我们是第四大国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台湾跟这个北韩的贸易的关系 已经有进行三十年了 长达三十年 那么因为他们过去 从这个等于说 这个金正恩 然后今日成在 都是跟中国很好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三十年会有这个变化 因为很简单 对中国而言 那么北韩一直是 他的脱油品 我讲白天都是要来要掉东西的 可是对北韩来讲 这些也其实起了变化 为什么 中国不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有钱了吗 那北韩就成了一个负面的 你知道吗 我必须在外交上 在战略上 我要养着你 讲白了 我要给你油 要给你粮食 给你什么 但是事实上 他们比起过去北韩 要什么有什么 已经是不一样了 所以北韩看着中国改革开放 那我也要 所以他不断地在外面 不断地在游走 但是他很多地方都碰壁 所以他们曾经还派过 五人小组是军方的 军方高层的五人小组 那么伪装成这个所谓的顾问团 民间的顾问社团 来到台湾招商 那我们的官员也曾经去过 也曾经去过北韩 所以不要小看 那么他们最喜欢喝的咖啡 你想不到的 博浪咖啡 为什么这么可能 你不要小看 北韩都很穷 一个月都赚 赚那么少的钱 怎么喝北韩开 他喝了一罐 北韩开放 会是我们这边 他们售价的两倍 都不是业者自己 把他进口过去的 你知道吗 都是经过贸易商 买了以后 包括博浪咖啡 包括各式各样的东西 全部贸易商转进去到里面去 然后呢 你可能也不知道 金日成的生日 台湾的台商 曾经在台湾的报纸 那么刊登全版的广告 祝贺金日成 他的生日 当时那天 生日那天要登 台湾没有一家 没有一家报纸赶登 你知道吗 后来是在金日成三天后 终于有一家报纸赶登 那个相片了 怎么可能 告诉各位 其实北韩跟台湾的关系 一向很好 我们只知道说 那个蓝宇的那些核废料 差一点去放在 这个运到北韩去 美国反对 所以后来没有成型 事实上 这些年以来 北韩在农作物上面 包括养猪的技巧 包括这些所谓的 温室 温室如何种花 如何种稻的技巧 包括龙虾的养殖等等 这些都是台湾去协助他们的 所以你就知道 台湾跟北朝鲜的关系 如何密切了 这位是捷克参议院的议长 他在捷克 是有非常高的地位 他在医院多的时候过世 可是怪的是 他的太太 他的女儿 最近出来接受媒体访问 竟然直指 他的死亡 跟中国驻捷克大使馆有关 居然说 他是被暗杀的 他为什么被暗杀 所以他当时想要到台湾访问 现在中国大使馆 不准他来 他就有这个无测之祸 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可惜 因为这个议长 是一个很资深的政治人物 他其实捷克这几年 跟台湾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那捷克跟波兰这些 他曾经被共党统治的国家 尤其像波兰他曾经被灭国过 所以他们对于共产党 事实上都比较谨慎 比较小心 甚至认为要非常防范 共产党的势力 再度反扑回来 灭绝他们的国家 那捷克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我们提到 那个波拉格首都市长 海盗党的那个市长 市长他其实就很敢 他就认为说 中国的米灭人权的动作 他不能接受 也对台湾表示友好 他对台湾表示友好 甚至他不惜跟台湾这边 跟台北市做姐妹市 那去年我们也去拜会过 他们的参议院的副议长 是个女生 那那个副议长 跟我们几个我们国会议员 我们去那边跟他拜会 见面开会 然后他还带我们去看了一下 他们的会议 还跟他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 有一个事情非常有趣 通常我自己这几年的经验 我们去拜会过人家 人家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不太会愿意公开 因为怕中国不高兴 我们那天跟他拜会完 我们离开了没有几个小时 他的这个参议院的官网上面 就剖出他跟我们一起拜会 吃饭见面的照片 他不怕人家知道 对那个副议长 他就写得很清楚说 跟台湾来自台湾的国会议员 见面然后聊什么事情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议长他应该会在 今年就我们 我们刚刚选举结束的时候 希望能够能够来台湾拜会 那我们那时候也觉得很好 这是一个重视两国交流 而且不要忘记 其实捷克跟台湾的 这个经济交流 事实上是很多的 而且我们 他们也一直捷克跟波兰 一直提醒我们说 他们是进入欧洲重大门户 那我们与其整天在那边 敲英国的门 华国的门 不如跟 干去捷克跟波兰 跟捷克跟波兰 开了这个门之后 事实上经济的东西 会拓展的非常的快 结果后来他要再来台湾的前夕突然猝死 那死因那时候说是心脏 就是心肌梗塞 那心肌梗塞这件事情 大家就是觉得很可惜 心肌梗塞 结果是他的双是遗双 跟他的女儿 这前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出来控诉说 他是被恐吓的 他被中国驻捷克大使恐吓 你不可以去台湾 可恐吓怎么可能心肌梗塞 压力真的会有 他其实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没有看过这个恐吓的动作 这么的粗略 因为他甚至他的遗双 后来在他的公事包里面 发现两封信 一封来自于这个大使 一封来自于他们捷克的总统 那捷克总统那封 那封信就是转 等于是转达中国那边 对于他要来台湾拜会的这个愤怒 认为说你如果这样 你给我试试看 而且他那次是要带厂商来 那带厂商来 他们就说 如果你敢带这些厂商去 这些厂商 未来就不要在中国做生意了 他其实是很煎熬 而且他对他来讲台湾对他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国家 那尤其是他经历过共产党时期 那他也很以就是说 捷克后来是一个民主国家 威傲 所以他这种身份 我必须这样讲 参议院的议长 是这个国家里面人民代表 几乎除了总统之外最高 因为他是 人民议会 议会是人民的这个代表 所以其实正常的民主国家 会有个默契是议会对议会 或者是议员对议员 你说实在你说政府或外交官去干预 这件事情是很不像话 因为这是人民的事情 你说实在他的大使要去抗议 说他的政府跟我们有关系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所以他当时真的受到铺天盖地的压力 而且中国大使馆 是用非常强的语言去威胁他 去威胁他 而且甚至因为他跟这个大使有见面 有跟他们总统有见面 甚至跟他们被拉去谈了半个小时 谈了半个小时出来之后 他还跟他太太说 你不要吃中国大使馆提供的食物 可以吃东西 那他太太到后来就会发现 可能他们有受到一些威胁 而且这个威胁应该第一 跟人身安全有关 那当然啦 因为他的死因是心肌梗塞 那捷克那边也没有提出说 所有的SR都是心肌梗塞 但是我相信至少以心肌梗塞 来说 他那段时间所承受的 我觉得第一非常巨大的压力 那个压力不只是他的政治行为 跟政治前途 包含他跟家人的人身安全 第二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以一个民主国家的议长来讲 他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下条子 说你不准去拜会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严重的羞辱 当然羞辱 结果他的总统还帮着他的 帮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大使 说你不准去 然后继续压迫他 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董事长 这件事情真的太怪了 他的死因 到底是希金可胜还是有什么样不测之祸 前几天传出来 那个布拉格那个市长 你记不记得 也要被威胁 他被现在警方在保护他 那当时他就是被怕 就不知道 苏联的特务要刺杀他 那他当时 你说这个赫瑞普 当时被威胁要刺杀他 要刺杀他 那当时就是他因为他要 他要 他要拆掉一个这个 在苏联的一个国家英雄的一个雕像 我不会念那个名字 就因为他做这个是得罪俄国人 得罪俄国人需要 要就传出来说俄国特务 用那个兵马 兵马毒 兵马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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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俄国人干很多刀 对 他曾经拿那个雨伞 前面弄个兵马毒素 戳一下屁股 那人马上当地死掉 那个倒地的死 看起来的那个死亡的症状 心肌梗 就是心肌梗塞 我们讲AMI 心肌梗塞就是那种 他是用一种快速的 那种神经性的毒素 那所以他这个市长 他跟这个参议会的 这个议长的关系非常好 其实参议会议长是他的 跟他两个一挂 是喔 是他后面是他的靠山 他们两个真正路线相同 就是要大家要记得以前 更多以前他们这个布拉格之村 被俄罗斯被苏联迫害的故事 他是这种理念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那现在目前问题是 目前捷克的政局有些变化 从二零一三年开始 他的总统改用直选 现在总统叫做习 叫泽曼 那这个总统这个人 他是亲中 他非常亲中 所以他甚至于他是欧盟的国家 他公开去参加了二零一六年的习近平邀请 他的阅兵 当作贵宾 所以关系非常良好 唯一的一个欧盟领袖 然后去参加那个所谓的反法西斯的阅兵 这个很 关系非常良好 那这一次当听说这个中国的大使馆 有私下警告 如果你去台北的话 你去放闻台湾的话 我们在经济上要封锁很多事情 包括你在前面提到的 他要把他的Skoda 整个全部停掉 Skoda采购 其实这个Skoda现在已经不是 Skoda这个公司是原来是捷克最重要的 他已经做坦克车的 二次大战是 他是一个兵工业的一个产物 他做火车 坦克车 做汽车 汽车这个品牌已经卖给了德国公司了 所以其实捷克是德国的生产基地的后花园 很多德国公司在捷克投资生产 然后用他原来的品牌 或是用德国的品牌 所以欧盟里面德国是领袖 所以因此他们这个路线里面 有点分歧的味道 因为捷克目前还是亲中 然后问题有两个三个城市 在欧洲里面 东欧国家里面 就是第一个就是布拉格 第二个就是布达佩斯 第三个是华沙 这三个都是东欧的国家 这三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 是目前俄国跟中国的特工活动 最激烈的地方 因为他们关系远远很深 特工 他所有的特务情报 里面在那边大量的集中运作 那用这个兵马术来干 来杀人这种事情 是俄罗斯特工的专长 那我相信这个不是中国人干的 是 应该大家互相拜托一下 这什么叫互相拜托 不是 这个 这个互相 大家可以互相拜托 交互委托嘛 对 你杀我要杀的 我杀你要杀的 可以这样干吗 当然他们是合作关系 有很多特务是互相合作的 他也可能有契约 我不知道怎么要搞 但是高度的怀疑 就是说外面坊间留言 就是说这个议长可能就是被 兵马 兵马毒素杀掉 你说要来 为了要来台湾 为了要来台北 跟我们先例 我在想 如果他这个参议会的议长 到台湾成功的话 那这个住捷克大使馆的 这中共 中国 完蛋 他一定要被撤回去 这是他的一个人 而且他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他人生的 人生最后一战 就是布拉格 所以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让这个参议长 参议会议长跑到台湾来 好 所以会者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是五眼联盟 我们知道他最近互动得非常的密切 五眼联盟现在又有个动作 竟然要去查 我们知道 之前就要查武汉病毒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已经点名石正丽这个人了 对 而且现在是包括英国的媒体跟澳洲的媒体 同时在宣布这件事情 报道这个新闻 他最主要关系就是说 他们进一步的爬梳 发现石正丽 还有他另外的同事周鹏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 都到澳洲的一个疾病预防中心去学习过 去当过一个受访的一个教授 所以他们都认为说 他们与这个 当时他去的时候 去学的东西就是叫蝙蝠与SARS的关系 那他另外一个同事周鹏 他甚至是在澳洲取得了这一个相关的一个博士学位 那现在他们两个在如今又都回到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那整个起因 大家也认为说所有的一开始源头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然后病毒流散出去 到了那个他附近的一个市场 海鲜市场 所以第一次午夜联盟才会说 我们现在要锁定了 除了是武汉病毒实验室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角色就是实验力 那现在他所喊出来的这个讯息 一出来之后 你知道他们那个中国驻澳洲的大使 陈敬叶马上也就跳出来 他又刚走上 刚刚捷克的一样的途径 一样用经济来要挟 他讲什么呢 他说呢 如果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中国很多的消费者 可能会对澳洲进行抵制 哪些抵制呢 澳洲牛我们不吃了 澳洲葡萄酒我们不喝了 澳洲的教育 我们中国学生不来了 澳洲的煤 澳洲的铁 我们不买了 你不要觉得好像涨了不多 哼不浪当算起来 目前的金额是1500多亿美金 澳洲 中国占澳洲的整个外销的比重 大概有26% 是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贸易伙伴 澳洲外销四分之一次到中国去的 是 所以现在他等于是下了一个 这样子的杀手舰 告诉警告澳洲 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做 但大家不要忽略了 澳洲现在把那个矛头指向中国 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 指向石正丽 不是只有个别人在讲话 包括他们之前的总统 孟格莫里斯 在23号的时候都直接说 在5月WHA开议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事情要讲 第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台湾可以变成是相关的代表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要求独立调查机构 来调查这个部分 那现在独立调查机构 除了澳洲讲现在有更近的媒体说 他已经致电给包括了像五眼联盟 加拿大英国美国这些单位 然后要要求联手告诉那个中国 这个部分 你一定要交代清楚 到底这个始末是怎么一回事 那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澳洲要出来跟中国算总账 会觉得说是因为这次武汉 肺炎疫情的关系吗 其实大家忽略掉一个重点 大家知不记得王立军的事情 就是当时澳洲不是也一直在报吗 十月份开始 但事实上在九月二十号的时候 我们台湾不是就断交到那个所罗门 所罗门在整个地理位置上 其实对澳洲来讲 整于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处 而所罗门向来最大的金援国 就是澳洲 他有六三趴的经济 都是靠澳洲这边来金援的 那现在一下子 因为据说所罗门跟台湾断交关系 就是因为你澳洲金援我要分歧 但是中共跳出来说 他可以让我一次有多少美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等于是撬走了澳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本来是他小地的 现在被他给撬走了 所以从去年九月开始 爆发这件事情的时候 十月就有了王立军的事情 他就跟中国算总账 翻脸 翻脸 到现在一路走下来 现在澳洲出手 告诉五脸联盟国家 就说我们现在要一起 跟中国算总账 除了要调查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向中国要求索赔 这真的太神奇了 我们已经第四天零确诊 零确诊不是什么特标 可是终于有几个 我觉得我不可思议是 磐石界的官兵 一下来 一下来以后 也在如狼似虎的官兵 冲下来以后 他的女友居然都没有染疫 接下来另外一个是 酒店的公关 这些 他的这些跟客 中间有四个人 跟他有非常亲密的接触 这四个人 做了三次的检验 三次都是阴性 怎么这么厉害 他说 所以现在很多人非常好奇 台湾人的协议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抗体 你怎么在非常亲密的接触之后 竟然都没有染病 台湾人神力超人 为什么对染病这么隔离 好 现在有一个三个字的答案 开始慢慢浮现出来 卡戒苗 这个卡戒苗有关系 几可能最重要的 可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打卡戒苗吗 好 我跟你讲 为什么台湾 原因等一下再讲 卡戒苗 我跟你讲 澳洲 现在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四千一百七十人 直接打卡戒苗 听说卡戒苗有效 我直接打 我听过一个笑话说 你如果出去 要认定你是不是台湾人很简单 你把手背弄出来 你手背上有一个标志的 那就是台湾人 我跟你讲 荷兰现在也下令 一线一户人员 全部打卡戒苗 为什么这样 第一个 当然是葡萄牙 欧洲这次非常严重 葡萄牙是欧洲里面最轻微的 而且不要忘记 葡萄牙跟西班牙是接龄的 没错 西班牙很严重 西班牙很严重 为什么西班牙这么严重 葡萄牙这么严重 而且意大利在旁边 意大利也很严重 意大利跟西班牙 都是欧洲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葡萄牙打卡戒苗 葡萄牙是欧洲国家 唯一打卡戒苗 真的假的 唯一打卡戒苗 好 那这件事一发生之后 大家就调查 一调查不得了 全世界没有打卡戒苗的国家 每一百万人染疫 平均是超过一千人 全世界有打卡戒苗国家 染疫最高是伊朗 伊朗每一百万人 染疫是274个人 伊朗每一百万人染这么低吧 伊朗是最高 卡过卡戒苗最高了 他才274个人 好 这第一个出来了 第二个一出来 就把打卡戒苗国家 跟没打卡戒苗 因为小孩子保护力最高 小孩子染病的基础拿出来 打卡戒苗国家 小孩子染呼吸道疾病死亡的比例 比没打得低很多 真的 真的 现在已经拿出来了 也就是说小孩子打了卡戒苗国家 小孩子呼吸道感染死亡非常非常少 欧美非常非常多 好了 这一出来之后 哈佛大学在四月初决定成立一个卡戒苗研究族 全球去研究卡戒苗是不是有问题 第一个选中了全球研究的地方 台湾 台湾 他决定要台湾找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一千五百名分为有打的没打的 打两次的来研究 卡戒苗打两次 对 有打追加的 这三个人三组人里面 打卡戒苗国家是不是他们的免疫力 嗅发的后生性免疫力 是不是有差别 这如果证明有差别 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卡戒苗员是有帮助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知道欧美人为什么不打卡戒苗 为什么 因为卡戒苗第一个 是肺结核啊 对肺结核保护力很低 是吗 他是 我以前不是为了防治肺结核 在打卡戒苗吗 他是这个活菌的 减毒活菌的 但是他对肺结核防疫很低 他只是对并发症 什么老魔炎 有点帮助 所以我们肺结核人还是很多 我们全民党还是很多 第一个欧美人打防疫很可能 第二个到二十五岁以后 就没什么防御力了 还要追加 所以欧美人就说 这个我不要 好了 欧美人不打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欧美人不打之后 他就不做疫苗 不做卡戒苗 这有台湾做吗 我告诉你 我们买不到卡戒苗 所以卡戒苗是我台湾自制的 国产疫苗 所以将来如果研究出来 卡戒苗 台湾有做 台湾如果真的卡戒苗 对新冠肺炎有用的话 我们台湾是生产大国 别人还像我们买的 有这回事 还没完 国务院就知道这个契机来了 然后呢 如果卡戒苗 真的哈佛 现在不只哈佛 其实很多单位都在做这种研究 因为我一开始 一开始听到我日本朋友跟我讲这件事 我要当笑话 没想到变真的 而且现在国际的 这个大规模的调查都开始了 如果真的证明卡戒苗对新冠肺炎有帮助 那不得了 卡戒苗就一飞冲天了 国务院现在开始做一个新冲的 我们本来卡戒苗现在做一个新的事情 就是北京现在出现北京的肺结核 我们要北京病毒株的基因放在我们卡戒苗疫苗里面 就是说你将到北京去大陆去 你对大陆肺结核也有帮助的 现在听这事情 我们决定是新的决定 我们要把新冠肺炎的基因片段 放到我们卡戒苗里面 真的假的 真的现在做这个研究 我们如果真的将来证明卡戒苗 是对新冠肺炎有帮助了 我们就全世界第一个 把新冠肺炎的基因片段 放到卡戒苗里面 卡戒苗就变成我们的卡戒苗 有双重保护效果 我告诉你啦 这个如果是成真的话 世卫组织已经没有办法拒绝台湾了 台湾在公共卫生上一飞冲天了 对新冠肺炎的新冠肺炎 他们的新冠肺炎的新冠肺炎 台湾在公共卫生上一飞冲天了